杨颖的一组照片再次点燃了网友的怒火 他在一个派对上势力在几位大老板的身旁 笑容羡慕,毕恭毕敬地给他们倒酒 就像是一个小女仆 这些大老板正是掌控他资源命脉的人 而杨颖为了讨好他们丝毫不顾形象的卑躬曲奇 这种做派与他在镜头前的高冷女神形象截然不同 简直是暴露了他下贱的本性 杨颖离婚后立刻暴露真面目 可悲地四处讨好资本,被网友怒骂 立了黄晓明他啥也不是 杨颖和黄晓明的离婚消息一处 立即在娱乐圈引发轩然大波 而当大家还在讨论两人离婚原因时 杨颖的一系列操作就彻底暴露了他的真面目 杨颖能在娱乐圈红头半边天 靠的根本不是什么演技 而是两张美照 一张是他水嫩嫩的美颜自拍 一张是他挽着男神黄晓明的结婚照 紧接着21岁的杨颖又用另一张结婚照 完成了小甜美到女神的蜕变 当时他嫁给了一位当红超一线男星黄晓明 这种姻缘立刻让他成为了全国的焦点 杨颖借着黄晓明新娘这个头衔 直接约上一线女演员的位置 然而真正与杨颖合作过的工作人员私下吐槽 他的演技糟糕透顶 连基本的表情管理和说话技巧都没有掌握 没有黄晓明成长 他根本都混不到一线女演员的位置 杨颖曾被曝出在风马秀背后的疯狂操作 只为助攻他的前男友上这个综艺节目 然而这位大老板不仅长相平平 舞蹈天赋也是零 杨颖为了达成承诺 只能学出下三烂招数 找来小S这种当红艺人助攻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小S的主意时 杨颖已经在背后透霄了 杨颖在娱乐圈立足的手段之龌龊 实在是令人作呕 他靠的全是讨好资本家和虚伪装枪作势 第一 杨颖不择手段的讨好资本家 他明白自己没有实力 可以倚仗的只有花容姿色 于是杨颖别提多勤快 平凡向各路大佬敬酒倒水 放下架子卖弄风情 面对品牌方 他也会故意穿着极具诱惑的服装出席活动 谈合作 第二 杨颖和在黄晓明面前 装成楚楚可怜的油肉女子 其实他内心比谁都坚强 但他知道大男人喜欢征服感 所以他刻意装出一副依赖男朋友的模样 比如黄晓明生日 杨颖讨好的给他准备JK制服生日party 成功取悦了黄晓明的虚荣心 第三 杨颖表力不一 太过虚伪 对媒体和公众 他维持着端状优雅的形象 但私底下 他势力演毕露 不择手段 比如疯狂讨好资本家 甚至不惜牺牲其他艺人来达目的 离婚后 杨颖迎迎来了自己的娱乐圈报应 他实力平平 却再也寄生不到潜伏的阴笔下 第一 杨颖的演技被揭穿 没有黄晓明的资源倾斜 大家发现他的演技拉垮至极 从容不迫的演技被吐槽像木偶剧 杨颖试图单飞 街派新剧 却因为演技不佳而屡屡受挫 第二 杨颖被爆出的丑闻一个接一个 风马秀只是开始 他的势力演和刻意讨好也被发现 杨颖理应正视自己的短板 但他不悔改 只想继续混吃等死 导致他生命狼藉 最后他不得已卖掉北京豪宅 为了获得资源 杨颖花大价钱大点关系 甚至不得已卖掉他和黄晓明的爱潮 这种做法惹人不忍 但杨颖自己作孽也只能自视其果 杨颖的遭遇给所有娱乐圈女性敲响了警钟 他的下场警示 那些靠脸吃饭和联姻起家的女性 需要正视最深的价值 提升实力 在娱乐圈中 表面光鲜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举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们应该对这些明显的表演和行为 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不要轻易被包装所迷惑 作为观众 我们应该支持那些 有实力 有才华的演员 而不是盲目追随那些 只靠虚假形象和绝头 来赢得关注的人 如今的娱乐圈 虚伪 视力 成为了一些明显们的代名词 他们为了追逐利益 不择手段地去讨好 有权有势的人 甚至不惜伤害他人 这种行为 不仅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形象 也使整个娱乐圈的变化 更加恶劣 我们需要更多的真实和才华 而不是虚假和权谋 对于杨颖来说 他的离婚带来了很多困惑和痛苦 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和错误 并从中吸取教训 只有这样 他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有价值 有影响力的人 从他的经历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追求真实和才华的重要性 作为观众 我们要保持理性的思维 不被虚假的包装所迷惑 真正支持那些真实和有才华的演员 最后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 作为观众 我们对明星有着怎样的期待和追求 当明星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离婚之后 杨颖并没有选择悲伤地躲在家里 而是迅速进入娱乐圈资本的怀抱 他频频与商业活动合作 四处讨好资本 为自己谋持利益 无论是代言 广告拍摄 还是商业合作 他毫不犹豫地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的确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这却激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人们开始怀疑杨颖离婚的真实目的 有人认为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只是为了探头金钱和名利 毫不顾忌 他与黄小明之间曾经深厚的感情 这些观点更是火热地传播开来 使得杨颖成为讨论的焦点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 杨颖离婚后的行为 确实让人感到无法接受 他曾是公众心目中的完美女神 而如今却似乎变得面目可憎 他不再以原本的甜美风格式人 而是穿着暴露 妆容浓重 不断寻求拍摄时的色彩和强烈的争议 这样的转变在不少观众的眼中 让他变得陌生而可怕 回想起杨颖曾经的形象 人们对他总是充满美好的期待 他的外貌不可否认 给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而他在事业上的成功 更是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然而当离婚门发生后 他的苦闷和焦虑也随着而来 为了重新树立形象 他不断给资本家递上自己的人生护照 向其坦诚地展现自己身上的财富潜力 然而 杂色地对他美好形象的人不乏存在 网友们认为他离了黄小明后一事无成 这无疑是个众所周知的带有争议的观点 尽管他的努力让人感到钦佩 但还是免不了被认为 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舍弃了感情的纯粹 离婚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尤其是像杨颖这样的公众人物 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受到大量的追捧和批判 对于他打破塑造出的公众形象 让人们失去对他的敬仰和关注 网友们的嘲笑或许正是对他改变了一种抗议 杨颖离婚后为自己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并没有错 每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 然而 也有人认为 他的行为过于公立 显得没有了原则和底线 公众对他的支持和批判背后 是对他形象更深层次的担忧和失望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我们需要审视和讨论 杨颖的行为是否值得赞赏 以及他的改变是否成为了我们对社会伦理标准的一种反思 和声伦理标准的一种反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